在集體升級這麼多的情況下 CP值這麼高的情況下呢 這次森巴不管是跟任何一個品牌來去做比較 不管是鮮硬的表現又或者是價格的表現 都是相對來講 一個很強勢的一個存在 歡迎回到麥士的頻道 在我身旁的是阿齋 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紹的是三星2022年式 全新的Q700B森巴系統 這台森巴呢是採用了去年950A的外型設計 這種多角式的設計只在去年的三星的高階機種上有使用 今年的Q700B有別於去年的A系列 從音速式的高音單體升級成2.5寸的全音域單體 重低音呢是跟去年一樣的設計 但6.3升級成6.5 當你的森巴要做任何的調整的時候 右方的資訊欄都會告訴你需要的資訊 上方的4顆按鍵分別是 輸入源切換電源以及音量的大小聲 後方的接孔採用的是 一個電源跟兩組的HDMI一進一出 然後再來一個是光纖的部分 這組森巴今天有四大看點 第一個3.1.2 真實的3.1.2 1 2 3 主聲道的部分左右兩顆2.5寸 中間一個2.5寸 上方兩顆天空聲道反射式的 還有一個中低音 再來呢就是今年三星一直在強調的 WiFi杜比全景聲 為何他們這麼自豪以及強調它呢 因為不管是任何一家廠牌 目前都還沒有做到可以這麼樣的match 去做杜比全景聲的輸出 更可以做到低延遲 在電視以及森巴之間不需要做任何的連接線 它呢就可以發出應該要有的音訊解碼出來的效果 再來就是魔幻音場 今年的QT100V 可以跟去年的2021年的Q系列電視 以及2022年的三星電視呢 去做合作 去做魔幻音場的這種輸出 讓原本比較狹窄的這種靈靈感受 更寬廣更深邃一點 再來就是AI的智慧回聲定位 展白了就是我從房間的各個角落 回傳回來的聲音 經由它去做一個測定 讓它呢可以更符合不管是客廳房間 任何樣的一個空間出來的一個效果 讓它自己去做調整 這四大看點 當然你在網路上可能找得到很多的資訊 也歡迎各位來店裡面去做一個視聽 再來軟體的部分 今年的三星支援了 Spotify Connect AirPlay 2 以及Google Connect 還有Chromecast Connect 這些軟體的部分 都...想必都是老生常談啦 講白了就是你只需要一支手機 不需要任何的遙控器 你都可以開啟它去做播放 調整 甚至是大小聲 輸入源的切換 都可以用一支手機 透過SmartThing的App 去做完整的操作 如果這支Samba跟去年的Samba去做比較的話呢 我個人會覺得 低音的部分更緊實一些 速度更快一些 在升學上面 快速以及緊實的低音 其實相對來講比較難尋找 尤其是在這種小小的6.5吋的單體上面 具有這樣子的效果 我個人是覺得 以2萬多塊錢的這種CP值來講 它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再來 為什麼三星必須把... 應該說三星想要把這種音速式高 高音單體改成2.5吋的這種反射式高音單體呢 如果說有在FollowSamba的玩家們 應該會發現 這種2.5吋的這種高音單體 反射出來的效果 讓原本比較適合的一些高音 有更溫潤更圓潤的一些表現 整體的升級上 我個人是覺得CP值不管是任何一個品牌 都是霸王的存在 尤其是它 說白了 如果說今天你有這樣的預算 不管你在選擇任何一個品牌的時候 你都會發現 三星的Q700B 是CP值最高 而且價格相對來講是最清明 而且聲音表現是最符合 各位的一個期待的 喜歡的朋友們 來小編幫我上價格 如果說你對這支聲罷有任何有興趣 有任何的問題 都歡迎在資訊欄下方去做留言 更歡迎各位來店裡面做視聽 我是麥心小的Rock 我們下部影片見